我们没有决定了 北德和主要央行持续表态放音 就是因为后疫情时代 高通膨与高利率抑制消费动能 更对金融市场造成压力 现在通膨已经是出现一个结构化的状况 服务类的那通膨的粘质性 使得那物价回落的速度明显的放缓 各国央行被迫 那就说那持续的升息 那可能要到今年第三季 甚至到第四季才会告一个段落 富邦金控熟悉经济学家罗伟形容 全球经济及金融市场 现在面临多重危机 如果南韩 台湾 越南 中国 第三季出口数据未见好转 全球经济可能进入停滞 而下半年股市全面上涨可能性低 因事实布局公债 高品级公司债 而新台币在扁破31元后 趋向偏弱整理 这几个国家那出口表现没改善的话 就意味着说高通膨跟高利率 那对欧美终端的消费 造成沉重的压力 企业获利没办法再增加 所以说股市在持续上涨的那机会 就进一步的受到限缩 台股进入万期后 指数震荡明显加剧 富邦投顾预估台股下半年指数区间 落在14500到17800点之间 本金比合理区间约落在1.7到2.1倍 下半年投资以大型全职股科技产业为家 17000点到17500点以上 这个地方在过去里面是一个密集的大量的套劳区 所以我们认为说今年尤其可能第三季 那么我们预估大概它有可能会回档做修正 包括回来连线测试连线的支撑 尽管高利率高物价两大利空压境 好在科技库存调整接近尾声 AI应用兴起再生能源 电动车半导体产业 后市仍旧表现可奇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玉堂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